当我们观察血管时 我们会再次看到内收肌管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看 在膝关节处产生曲曲的肌肉 我们将重新审视主要的曲肌 三个锅绳肌和两个小的膝曲肌 缝枪肌和骨薄肌 这里是锅绳肌 在内侧 这里是半膜肌和半腱肌 正如我们所见 它们都来自坐骨节节 并插入膝盖内侧 这里是半膜肌 这里是半腱肌 在外侧 这里是骨二头肌 它起始于坐骨节节和骨骨 并向下插入肥骨头部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三块肌肉通常一起作用 可以产生髋关节伸展 或膝关节曲曲 它们是产生髋伸展 还是膝曲曲或者两者都产生 取决于当时其他肌肉 对它们的作用 当骨四头肌 阻止膝关节曲曲时 锅绳肌会在宽部产生伸展 当宽区肌阻止宽关节伸展时 锅绳肌会产生膝关节曲曲 此外 锅绳肌单独作用 在膝关节产生内旋和外旋 但这些动作只能在膝关节弯曲时发生 两个半肌产生内旋 骨二头肌产生外旋 我们已经看到的另外两个小西区肌 是逢降肌和骨薄肌 这是逢降肌 它出现在这里 这里是骨薄肌 从这里起始 这两个附着接近半肩肌 逢降肌在这里 骨薄肌在这里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两块肌肉 在宽部的动作 在膝盖处 它们有助于产生曲曲 骨薄肌